很多三高的病人 因为我刚刚讲 照三餐吃药 所以事实上用药要特别小心 还有药袋上面 多数时候 它其实都会载明给观众朋友清楚 比方说像这个 每天两次早晚服用 或者什么东西 有些药可能要饭后服用 大家其实都应该认真照指示来做 其实我觉得一般人是会仔细看 但是当你的药袋 已经超过一定的量的时候 最简单的 你至少要看它的用途是什么 这其实蛮恐怖的 我们之前其实 其实我以台湾的现象来讲 因为台湾是有健保的保护之下 平均一个人去看他的一个就诊记录 平均大概十次以上 十次算是我说很保守 平均因为病人的习惯 台湾病人习惯 你去医院你就一定要拿一些药 你才有一种 好像我觉得我去看病的感觉 平均的拿药的数量是四颗以上 看诊的时间大概就是 我猜十五分钟已经是这个医生 算是对你很照顾才会看十五分钟 平均都是大概一到五分钟的时间 在这三个状态之下 其实我们很容易出现一个状态叫做过度用药 我们有发现说 当你今天一次一个人 他在使用药物八种以上 这八种药物我就 就算全部都分开 它产生交互作用的机会90% 也就是说假设今天一个老人家 他又吃高血压的药 吃血糖药 吃血脂药 再吃一两种睡觉的药 加起来可能超过八种 基本上已经高达90% 它可能会出现交互作用 这个前提还在 这个病人他是每一种药都分开吃 我之前遇过一个病人他是这样 他是家人因为看不下去 带妈妈来就诊 就诊的主数是说 他连续三次都在半夜的时候跌倒 那跌倒的其中最后一次是严重到 因为撞到床边 所以还送到急诊室 是好险这三次并没有造成骨折或很严重的创伤 那时候做了一些理学检查 做一些基本的检查 是跟神经有关的 甚至我还把它转到神经内科 医生都说他应该没有问题 那是到最后一次是他来看诊的时候 已经很惨了 因为头说包了一个很大的包 就知道说这个跌倒好像还是一直没有改善 所以我们就只好沙盘推演 把它所有的包括喝水 它的习惯 半夜起来几次 它的这个饮食状态 跟它的用药全部拿来 那是阿姨讲的时候他就拿了一大包的药 因为真的太多 其实那一次我是真的花了 大概接近15分钟时间跟他讲 他边讲话我就边看药 那是刚好运气好 刚好因为他有开的一个 因为我们都会写看诊的医师 开药医生 有个开药医生的名字特别的特殊 那个姓特别特殊 我就看到这个胎药医师开了高血压药 接下来下个医生又开了高血压药 我才发现他的问题在哪里 因为他每次到医院去 就会抱怨他有高血压的问题 两个医生都认为 他的血压在量起来的时候真的比较高 所以A医师开了高血压药是慢签 B医师也开了高血压药是慢签 两个药加在一起 他就变过度用药 所以他到半夜的时候 一个早上吃的高血压药 一个晚上吃的高血压药 很合理的半夜 他的血压是非常低的 所以这是相对下的风险 可是其实这个妈妈 她自己真的完全不知道 她吃了两种一模样的高血压药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 如果民众OK的话 我都是建议你一定要带健保卡 现在医院有个系统叫做 插健保卡可以连到云端 他可以帮你看说 假设你在吃了慢性的药物 已经吃了哪几种 我们的习惯有时候也会做这个 不是只保护医生 也保护病人 因为有些时候真的 比如说我们遇过 有一些睡眠障碍的人 他因为知道这个医生只能开医科 他就去每个医院开 真的真的 因为他要收集这些药 他才够可以睡 收集安眠药 他才能够睡觉 他有他的为难 但是其实相对下 长久下对他健康 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还是建议大家 如果你的家人 尤其是长辈 他的药袋你发现已经厚到 不是正常的厚度 已经很厚的时候 请不妨拿出来 看有没有重复用药 第二个是假设他的药 已经超过八种以上 其实我觉得已经属于高危险群 你一定要拿着你的药 到医院 现在有种叫整合医疗 帮你看看 有没有一些叫做多余用药 把它抽掉 其实对病人 对医生 其实都是比较安全的 那问一下西门医师 还有一些人 这个去拿药 但是从来不照医生的主妇 来用药 吃药 或者是喜欢再多拿一些药 我们有一些那个 尤其是阿公阿嬷 或者是阿姨 他们会精打细算 去当医院 他一定要有一种 满载而归的感觉 所以如果他没有 带一点什么东西 像是伴手礼回去 就觉得怪怪的 我之前就遇过一个 我真的是震撼教育 这个有时候它是 也是一个台湾 很可爱的现象 但是也是某一种程度的隐忧 我们以前会去 所谓的偏远医疗 或居家医疗 就是我们会到 那个病人的家里去探视他 那有一次刚好 那时候我身重病 所以我就戴着口罩进去 那因为我在跟他讲话 过程就一直咳嗽 那个阿姨就很热情 因为看很久 他每次来都会 请我们吃巴勒 吃很多东西 他就说来来来 他就把我带带 带到一个神秘的地方 就有一个神秘的小箱子 一打开 哇 全部都是 药箱 对 就是一 他是一整排 他已经不能弄药箱塞 他是弄了 一格一格的把它塞起来 他就在里头挑挑挑挑 好像我们在挑衣服 拿到一包 他就吃这包 这包很有效 不过他蛮厉害的 他打开那包 真的是话谈药 然后呢 那时候我看到 我就说 哇 你怎么会有 这么多的药 因为他是 一个柜子的上下层 那他的药 他就很开心的 跟我分享说 因为他每次去的时候 他会去拿一些药 因为孙子药 小孩药 然后自己药吃 所以常常会背着一些药 不知不觉 就变成了一个展览柜 听起来是觉得很可爱 因为他是个阿姨 很热情 还可以把他的这个 爱心分享给我 还分享的蛮准确的 但是如果我们 从某一个角度来看 确实我觉得 这个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 每个病人他可能 他其实只需要来咨询 或是医生认为 他只要吃一颗药 但是吃一颗药 有些病人 有些病人很OK 他会觉得 医生是为他着想 有些病人 他不一定这么想 他会觉得 人家都是三颗 我吃一颗真的够吗 所以有一些医生 在被这样子的病人 反映过几次后 他会有一种反射动作是 可能要再多开一两种药 病人才会觉得有一种 我有被治疗到的感觉 而不知不觉之下 累积了很多 我们所谓的浪费用药 可是这个有时候是为难 医生我们也想 只开一个药 问题是病人跟你的互动 医病关系会变差 你就只好把药量 增加到病人满意的量 那有时候病人不满意 我们可能就好 算了 你要喉咙痛 你刚好今天喉咙痛 我就开一些药给你 不知不觉之下 其实病人 不一定是好事 医生当然 我们心里也觉得不舒服 健保其实也是一种浪费 现在其实民众 有越来越知识越来越好 我觉得要开始慢慢转回来 就是当医生跟你讲 不要吃药 你不要觉得 哇我今天好沮丧 回家过程都很沉重 觉得我怎么今天到医院 一颗药都没有 你要觉得很开心 因为医生已经告诉你 不用吃药 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 可能未来如果可以改变 健保的体质 才有办法可以长久进行 我们确实很多人懒惰 你会想说在家里做一点事 在家里做料理是好的 所以这个不是懒惰 这是加分的 可是我们现在为了懒惰 他不想去医院系统 等了30分钟 甚至三个小时 去看一个诊 所以他会宁可说 如果他有些小病 自己当医生 自己治疗 之前就有一个病人是这样 这个病人他连续一两年的时间 他们家人也有发现 他常常去跑附近的药局 每次拿的药都一样是胃散 就是胃药 其实他每一次在吃饭完后 他就会觉得肚子闷闷的痛 他自己其实因为懒惰去医院 但是他其实有去健检 他去做过胃精 胃精说没事 所以他一直都觉得 这个痛应该就是所谓的 功能性的肠胃痛 吃个胃散就没事了 可是他在最近这半年来 症状越来越严重 他去求诊 就是因为连续一个礼拜 他以前是吃饱之后 休息一下就不痛 或吃个药就不痛 他是连续一个礼拜 吃饱会非常痛 如果痛得满分 我们会问病人 痛满分是10分 他接近8到9分 非常非常疼痛 是不能忍受的 一直到晚上 又一点点空腹 才会觉得有一点缓解 但是痛一直持续存在 因为太严重了 家人就跟他说 你这真的不能再等了 才叫他勉强放下工作 一定要去求诊 所以他就去求诊了 那时候他一开始先去的是 一个附近的肠胃科医生 肠胃科其实很有 这个很有sense 很聪明 他就知道做一个腹部肠胃波 他去腹部肠胃波发现 我们其实这个肝脏道 从肠胃道进到肝脏 有一条叫做肝门静脉 肝门静脉跟脾胀静脉 静脉是一个 这个地方静脉是蛮大条的 全部都血栓栓住 医生就觉得这个不太对劲 所以就立刻转到医学中心 去做进一步的检测 就在做一种 比较特殊的电脑断层 最后就发现 他在肝脏上 散布着各科的肿瘤 其实他这个症状 是一个叫做肝脏的癌症 那因为癌症 他会造成 有一些拟血功能的异常 回流的问题 造成他的整个静脉酸塞 但因为其实静脉很大条 这条静脉很宽很大 一开始酸塞的时候 他只会在吃饱 因为吃饱血流特别多 这时候他会觉得 闷闷脏脏的 所以一开始是在 吃饱的时候会痛 那因为这症状 很不明显 很不明确 而且吃饱完一段时间就好了 所以这病人就一直觉得 没关系我搁着 直到他已经整个 静脉塞到不能再塞 全条是几乎100%都塞住 疼痛感就没有办法缓解 他才求诊 但因为很可惜 这时候癌症的细胞 都已经长到 比较难以控制 所以他的这个 马上被下的诊断 就是属于相对 比较后期的诊断 那我们有一些器官 如果你是这个筋骨拉伤 你可能涂涂药膏 贴贴药部是可以的 原因是我们分成了 两种神经系统 一种是表皮的 我这边伤痛 如果我们是割道 我们会知道这里痛 但内脏的痛有点讨厌 内脏他的神经传递的时候 就算我的内脏 假设真的器官摊开 是这里痛 他不会是这里反应 他会觉得是 感觉不到压痛点 所以有时候病人 在自我诊断的时候 其实一定会出现一些落差 医生也都做不了诊断 我说医生自己也没办法 因为症状做诊断 所以如果你的疼痛 是属于内脏痛 你自己也知道 这是内脏痛 不要等 还是建议你一定要拨下一两天的时间 好好去医院做个完整的检查 否则他可能就会 错过我们说黄金治疗期 变成一个比较默契的疾病